绝大多数的女人都知道,在备孕前要吃叶酸,即使成功怀孕了,也要坚持吃叶酸三个月,那你知道叶酸对于女人怀孕又有哪些作用呢? 叶酸在一天中什么时候吃最好呢? 叶酸为什么要怀孕前三个月就开始吃? 一天中什么时候吃效果最好? 看看你吃对了吗? 备孕吃叶酸,有什么好处? 一,预防神经管出生缺陷,叶酸最大的作用,就是能有效预防胎儿畸形,有研究发现,有人在受孕前至少一个月,甚至是在怀孕的前三个月,每天坚持使用,适量的叶酸,能有效降低胎儿出现神经管缺陷的风险率,这个概率能降低,大约50%到70%左右, 二,减少准妈妈换先朝子鲜的风险,有人就发现在被孕时,服用叶酸能有效减少,准妈妈换上先朝子鲜的风险,先朝子鲜是女人怀孕后特有的一种并发症,是一种高血压性疾病,大约有5%到8个女人可能会得此疾病, 女人患上先朝子鲜后,可能会加大怀孕的难度,而在被孕时使用叶酸,就能有效降低这一风险 三,降低妊娠高知识症发生的风险,叶酸不仅对胎儿疤孕有好处,也有利于孕妇的身体健康, 有研究发现,在怀孕前二到三个月服用叶酸,一直服用到怀孕后三个月左右,不仅能有效预防胎儿畸形,还能有效降低妊娠高知识症的发生几率, 叶酸为什么要怀孕前三个月就开始吃,之所以要在被孕前三个月就开始吃叶酸,是因为在怀孕之前,就要摄入适量对叶酸的营养元素,这样才为胎儿开始发育, 提供充足的保证,才能有效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,如果你到了怀孕后才开始吃叶酸,那么身体新收这些营养成分需要一段时间, 当营造出这样的营养环境后,它可能已经长大了,这时叶酸可能就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了, 在日时,叶酸一天中这个时候吃效果会更好,不用叶酸的时间最好是在吃完饭后半小时, 因为这个时候是我们人体内吸收药物最好的时间,建议每天服用的剂量保持在0.4毫克左右,要每天固定时间服用,这样才能发挥叶酸最大的效率。 在补充叶酸期间,如果你还要同时补充雷生素C的话,最好两种间隔半小时以上再服用,以防出现相互抵触的反应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